先介紹台訓的講者 有兩位都是來自讀品調查科的代表 大家的右手邊是 讀品調查科不同警司 處理高級警司 是周旺中的 他的右邊就是 總督察葉秀蘭 最右邊就是 新界南總區 總督察周子軒 現在最左邊就是 總督特別職務隊 公開督察業務庭 我們現在先請 調理高級警司周先生先開始 各位大家好 我們警方一直十分關注 網上很容易買到毒品 尤其是大麻 也留意到青少年吸食毒品 尤其是大麻的數字 有持續著上升的趨勢 鑑於疫情的原因 一些酒牌廚所、娛樂場所 以及派對房間在關閉 透過上網去販賣毒品的手法 日益普及 警方在暑假的時候 進行過一次 針對網上販毒的行動 為了進一步打擊這一類的違法行為 加上臨近聖誕和新年 警方在過去一個星期 即是2020年12月15日至19日 展開了代號為沙歐的拘捕行動 我們警方分別透過派遣人員進行放射行動 針對透過網上社交平台上的販毒活動和毒犯 另一方面也進行了一連串情報行動 從源頭去打擊販毒活動 在過一星期內 我們在港九新界多個地點 以涉嫌販毒、製毒等的罪名 各樣的毒品 市值大概是1250萬 稍後 港島總區特別職務隊 高級督察袁浩亭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 總督察周志軒 和毒品調查科總督察葉秀蘭 會向大家講解 有關於行動的細節 我在此想先跟大家交代一下 因為涉及毒品案件被警方拘捕的人數有上升趨勢 在今年1至10月 因為涉及毒品案件被捕的21歲以下青少年有390人 佔全部被捕人士的大概一成多些 比起2019年的升了差不多一倍 亦比2018年的同期增加了半成、五成 當中報稱學生的今年有86人 是上升了55人 因為涉及毒品案件被捕的21歲青少年之中 其中涉及大麻的是有155人 佔了全部被捕人士的四成 相比起2018年的82人和2019年的61人的數字 是有明顯的大幅增長 根據禁讀署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數字 在2020年首三季被情報的整體吸讀人數 較去年同期雖然下跌了四個百分點 但被情報21歲以下的吸讀人數 即是上升了一成 上升至到390人 當中學生是佔該年齡組群的 是接近數目是超過三成 被情報吸食大麻的人數 相比於2019年同期上升了23個百分點 而21歲以下的 亦比去年同期的數字上升了兩成 但想說的是 如果以吸食大麻來說 是佔所有被情報的吸讀青少年 是接近一半 意思是說大麻是吸毒青少年最常濫用的毒品 我們警方關注到 年輕人吸食大麻人數有所上升 相信是因為部分年輕人 可能對大麻本身是存有誤解 其中一個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近年 西方國家開始把所謂消遣用的大麻合法化 所以他們可能認為不以為大麻所帶來的傷害是不大 金獨處曾經多次指出 大麻是聯合國嚴格管制的毒品 香港是沒有這個空間 亦都不會將消遣用的大麻合法化 我想在此強調大麻是毒品 而它的顯身物都是受到法例的管制 大麻除了會令人上癮之外 亦都會對身體協調 腦那些就會構成損害 試想想如果一個駕駛人士吸食了大麻 在一個精神受損的情況下駕駛 是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 以及公共安全構成一個巨大的風險 我們會繼續自力透過宣傳教育 以及執法行動去打擊大麻 另外我想在此特別提醒 在疫情期間 學校停課 加上學生在長時間居家抗疫 可能有更多的機會在網上 接觸到一些關於大麻不良的資訊 青少年缺乏司長的監督管教 有機會因為好奇心 而嘗試去食大麻 我在此奉獻各位年青人 不要因為對大麻有所誤解而吸食大麻 家長也要多些留意的子女 是平時在網上所接觸到關於毒品的資訊 以及他們接觸著甚麼人 最後我想在此特別提醒市民 尤其是年青人 千萬不要因為要賺快錢而去販毒 販毒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一經定罪 最高會被判罰500萬元 以及終身監禁 案件如果涉及利用青少年去進行販毒活動 警方會引用危險藥物條例去申請家營 打擊毒犯和防止學生及青少年吸食毒品 一直是我們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之一 我們警方會加強具針對性的執法行動 以及聯同其他執法部門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 去打擊利用年青人販毒的不法分子 以下的時間我會交給港島總區特別職務隊 袁浩亭 高級督察 謝謝周Sir 我們港島區的特別職務隊 在這個行動中拘捕了一共有23人 當中包括19男、4女 年齡介乎16至34歲 我們有可能相信這些年青人在疫情期間 可能因為沒有供藥和沒有學藥的緣故 就去賣大麻賺外快 我們亦相信有部份的毒犯是有組織性 另外亦有部份的毒犯是透過販賣小量的大麻 去賺取他們自己吸食的部分 至於我們檢獲的毒品數量方面 我們檢獲了約172克的華爾大麻草葬 219克的華爾大麻花 19毫升的華爾大麻油 以及5.8克的華爾 我們俗稱LSD的迷幻油票 在我們檢取的大麻當中 我們留意到其實他們的包裝 大多數是在用一些食物的包裝 來做一些偽裝掩飾 當中包括例如零食、茶葉等等 而在這幅圖的最右邊 我們也看到一些色彩鮮艷的圖案 其實是一些我們俗稱的 就是LSD的迷幻油票 有些毒犯也聲稱這些 LSD如果混合和大麻一起服用 是可以加強迷幻的效果 另外我們也檢取了一些俗稱 我們叫Pre-Roll 即是一些已經捲成的大麻草葬 好像煙一樣 已經捲成了 包裝好 最後我們也檢取了一些大麻吸食工具 例如一些比較新興的大麻煙蛋 或者一些大麻油的霧化器 而最後也是比較常見的大麻煙磨器 大麻煙磨器的用處就是 硬碎一些大麻或者大麻花之後 用來捲成煙狀 或者用水煙壺吸食 我們港島總區會繼續調查 毒品的來源和流向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以後時間我交給新界南那邊的同事 繼續交代新界南那邊的情況 大家好 新界南總區刑事部 聯同荃灣葵青和大嶼山警區的人士 在行動期間 拘捕了總共11名 司儀毒品的拆架 當中包括九男兩女 年齡是介乎18歲至36歲 他們的職業 有一名報稱是中陸學生 另外有六名報稱無業 另外的人士從事維修、攝影、零售等相關的行業 而這次行動之中 警方檢獲了大約385克的大麻花 大約165克的大麻草 另外有94克的迷惑蘑菇 市值大約港幣12萬7千元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毒品的包裝方面 其實也有類似情況我們發現到 就是有部分的拆架 就會將這些毒品 用一些比較生活化的包裝 將它做一個掩飾 就是用禮品的形式去逃避折查 另外有些包裝也比較普遍 看到比較粗疏的 就是用透明的可載封膠袋 就這樣包裝 去做一個很便捷的交易 另外還有一些關於用大麻油 有九支的大麻油來檢取 最後也有一部分 看到是迷惑蘑菇 迷惑蘑菇可能在過往的毒品行動之中 比較少會檢取到 也想提醒大家 這跟大麻一樣都是毒品 藏有或者返運 也同樣會受到法律的懲處 也要留意 雖然它是屬於植物 但它的毒性如果服用過量的話 也會致命 輕則出現幻覺 體有蟲影等等 重則也會出現死亡個案 希望大家要留意 我以下的時間 就交給讀品調查科的同事 謝謝 謝謝 在行動中,我們共拘捕了五名本地男士 被捕人士年齡介乎38至56歲 分別涉及三宗案件 在這個行動中,我們總共檢獲的毒品 總共有9.2公斤的獅子冰毒 約7.5公斤的獅子大麻花 約1.7公斤的獅子大麻草 約2.2公斤的獅子海樂嬰 和約1.6公斤的獅子大麻草 以下有一些圖片是關於我們今次行動的成果 包括這張圖 我們在行動期間瓦解了一個製毒的工場 在現場有一些製毒的工具和獅子大麻草 另外,我們也檢獲了數量比較大的大麻 在這個圖片裡合起來也超過1公斤 另外,我們也倒破了一個利用輕盈貨車 製造大麻運送和儲存的倉庫 想說一說 這五名被捕人士 較早前已經被落案起訴了制毒和販毒罪 由於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所以案件細節暫時不方便透露 但是我們今次的行動就有一些新的發現 今次的行動 我們發現在網上販賣毒品的手法 其實跟早前在6月至8月 我們一個同類型的打擊毒品行動的發現 的手法是類似的 都是用一些比較受歡迎的社交媒體平台 用一些和大麻有關的相關關鍵字 例如420 可以搜尋到相關的貼紋 就像現在在屏幕上展示給大家看的那張 但跟之前比較 我們發現毒品現在比之前較為收斂了 少了很多明目張膽 寫著多少重量的大麻 多少錢的貼紋 就少了很多 取而代之都是轉了一些內容比較低調 好像現在大家看到的那兩張圖 都是會貼一些和大麻相關的相片 同時加一些hashtag 讓買家再私訊他們才再交易 好像在螢幕左邊那張 上面看到我圈著那裡 我有興趣就私訊去查詢的意思 就轉了這個模式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發現在網上世界 其實毒犯都是繼續用不同的方式 去美化大麻 包括好像左面那張圖 就看到毒犯聲稱大麻 比快餐店的食品更加安全 暗示吸食大麻對健康是無害的 而右邊的圖 也看到毒犯不斷利用用不同的卡通人物 去表示吸食大麻是一件輕鬆無害的事 好像這張圖在問看的人 你找到一個可以和你一起吸食大麻的伴侶沒有 去吸引一些年輕人去吸食大麻 同時我們亦都發現 有些是自稱沒有遺禁品的 毒犯為了尋找客源是不擇手段的 令年輕人不以為吸食大麻是一個合法的行為 除此之外 這次行動其實我們亦都發現多了毒犯 是用一些性感的相片去做招來的 以下的圖片都看到一些毒犯 是利用有性感依著的女性 可能是拿著一些大麻 或者在一些跟大麻相關的貼文裡面 再加一些跟大麻有關的 hashtag 去吸引買家 再私訊去交易 警方亦都希望再借這次機會重申 大麻是毒品 是不合法的 而反運危險藥物 最高的刑罰是判處終身監禁和罰款五百萬 我們的講解就是大致是這樣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我們 提問環市民白環 記得是前面先說自己代表的金額 如果沒有記者想答問 有沒有記者想答問 好 那如果沒有記者提問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裏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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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